近日,北京连续新增多例本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,北京新发地市场关停,北京其他农贸批发市场情况如何。 6月13日上午,记者在北京另一农贸批发市场锦修大地物流港看到,目前市场仅开放西侧与东侧两个入口,并从13日起实行更加严格的线流管控。 市场内,两家售卖三文鱼的店铺已关闭,其余各类产品摊位仍开放营业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有市场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逐个询问各摊位进货渠道人员等信息。 不少商家表示,当天客流与往常相比大幅减少,而受新发地批发市场关停影响,一些蔬菜水果摊位货源受到影响。 不敢说,你自己咋不去做这个? 您做餐饮了是吗? 因为我们的公共商也是从西方地那边说我们费货,所以它现在已经出不来了,我们的量大,一块有肉厚颜,工不着,干不事,再来拉一下。 您今天几点来的呀? 几点。好多菜都没有,它今天卖快光了,这好多的菜都是从西方地拉到这里,还要是封了,现在政府人也会想办法。